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海盐焦糖巧克力蛋糕 喜欢焦糖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哟 首先,制作蛋糕中的焦糖果冻 在100克的淡奶油里加入1茶匙的吉利丁粉 用小火煮,记得一直搅拌至吉利丁完全融化 加入2汤匙海盐焦糖酱 搅拌均匀 煮滚后关火 倒入5寸蛋糕环底部包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1小时 现在制作巧克力海盐蛋糕 在搅拌碗里放入3颗蛋和80克糖 用高速打质可画出纹路 煮滚后关火 将75克低筋面粉和15克可可粉过筛 分次拌入粉类物和15克的融化无盐黄油 搅拌均匀后倒入6寸的蛋糕环底部包上烘烤纸 轻敲桌面几下预热烤箱 放入预热的烤箱烘烤180摄氏度25分钟 现在制作海盐浇糖黄油奶油 隔水将一颗蛋白和30克的糖煮至60摄氏度 记得不停搅拌以免蛋白结块 然后放入搅拌器打至混合物冷却 加入150克的室温无盐黄油 隔两汤匙海盐浇糖酱 隔两汤匙海盐浇糖酱 现在制作海盐浇糖水 一汤匙海盐浇糖酱和三汤匙热开水搅拌均匀 把烤好的蛋糕放凉后取出 把不平的表面切除 再将蛋糕切成三份 把第一层蛋糕放在盘上 刷上一层海盐浇糖水 然后涂上海盐浇糖黄油奶油 放上第二层蛋糕 重复步骤 放上海盐浇糖果冻 放上海盐浇糖果冻 涂上海盐浇糖黄油奶油 放上最后一层蛋糕 重复步骤 把整个蛋糕涂上一层薄薄的海盐浇糖黄油奶油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 再涂上厚厚一层海盐浇糖黄油奶油 再涂上厚厚一层海盐浇糖黄油奶油 放入冰箱冷藏 可以倒闭 非常好吃的海盐焦糖巧克力蛋糕就做好了 谢谢收看 若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这频道 按赞这视频和分享给朋友 谢谢